今天是4月3號星期三 現在時間是早上8點30分 好 祝福大家 大家都平安 剛剛有大地震嘛 算是說全台灣 正講好像是在花蓮 大概是7點多幾左右 還是希望大家 一定都要平安 那等一下股市開盤 可能會稍微受到一點點的影響 而且股市開盤 因為說畢竟這次算是滿大的 所以包含說一些 可能說內需用品 都會受到一點波及 等一下再慢慢帶大家來看 好 其實說在昨天晚上的美股 它也是相對就是 小幅度的震盪 一直到昨天的台股 其實說昨天的台股它相對是 非常非常的強勢 結果我們有跟大家講 因為說接下來要進入了 清明年假 那清明年假 台股還有辦法在昨天 創下歷史新高 這真的非常強 我直接帶大家來看一下 昨天美股的狀況 你去看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說 在這幾天 就是說在近期 美股它一定會在高檔 持續橫盤整理 直到說在本週五 非農就業數據公佈 整個不確定因素消失 但是它整體一定會比較強勢 就是說低階買盤會比較踴躍一點 你去看昨天 昨天的稻窮是跳空下來 還有像是NASDAQ 也是跳空下來 包含像費半 費半也是一樣 都是跳空下跌 我覺得說主要它都是在高檔横盤整理 還沒有說出現什麼太極端的反轉現象 那再看到昨天的台子夜盤 昨天台子夜盤也是跟著往下拉回來 但是就像我講的 其實你去看 昨天的台子夜盤是下跌了 大概是 0.54 0.54%左右 0.54%左右 但是你去看 昨天的稻窮 還有像是費半 它相對來講 跌幅反而是比較重 就是說台股在面臨到四大 算有點說四大不確定因素 包含說長假 清明長假 包含說像是禮拜五的非農就業數據 又加上台幣在貶值 日股跟韓股走勢也沒有到非常強 還能夠只有小點一點點 算是很強了 所以我覺得說在今天 今天可能說它會創造一個 相對還不錯的買點 因為說畢竟昨天美股下跌 又加上剛剛有大地震 就是說會有一些可能說 受到拖累的股票拉回來 這就會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所以今天要特別去做留意 我們再繼續來看一下 包含說在今天早上的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今天也是受到昨天美股的影響 直接跳空下跌 這是日股 日股目前也是下跌的 目前是大概跌了1.3% 還滿重的 現在日股跌幅還算是滿重的 包含說韓股也是一樣 韓股現在也是跌了1%以上 算是也很重 所以今天的台股一定會受到影響 但是 看今天不準 因為今天畢竟說有太多外在的因素了 如果說我們回到昨天的台股來看 昨天的台股真的是非常強 就是我覺得說昨天台股強這就夠了 因為很多人在今天根本就也不去看股票了 很多人可能已經去飛出國了 今天第一是說買盤本來就會比較清淡 震盪本來就會稍微的比較劇烈一點點 那又加上突發的地震 所以今天一定說賣壓會比較重 但是不用去看今天 就是說今天就是讓你去找買點 但是如果說我們去看昨天你去看 為什麼我說昨天的台股是非常強勢 邏輯很簡單 你看 昨天的加權指數是大漲 大漲了200多點 沒錯 創下歷史新高 但是昨天新台幣是貶值 我帶大家來看 昨天的新台幣有沒有 是在貶值 就算到現在也都還在貶值 因為說新台幣就是向上走 它是貶值 那向下才叫做升值 昨天新台幣它是一路的在貶值 那在貶值的過程 台股還能夠創新高 這是非常強勢 那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其實說台幣這一波的貶值 它主要是因為國際的外匯 再去做被動式的調整 因為瑞典 瑞典它降息 瑞典降息 它就會讓美元指數轉強 那美元指數轉強 自然就會壓抑到亞洲貨幣 所以其實說新台幣 在這幾天的貶值 主要只是因為國際上 匯市的調整 好 那既然是國際匯市的調整 你要去想 新台幣貶值 台股還能夠創下歷史新高 如果說等到整個 國際的匯市平衡結束 新台幣開始升值 台股會有多強 是不是 這是昨天 昨天的狀況 所以我才說其實台股 比大家想像的強太多了 那還有包含像是 包含像是其他的 你去看 除了說 就四大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 台股還能大漲 那還有另外一項就是 昨天的日股跟韓股 也不強 是不是 昨天的日股就小小漲 昨天韓股就小小漲 包含像昨天的日股也是 小幅度的上 小幅度的上漲而已 所以等於是說 昨天的台股它真的是獨強 真的可以說是獨強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幾個重點 現在要開始在地震 大家還是要 注意一下安全 好不好 那就是說 像這樣子地震的話 很多人會說 那直接的受惠股是什麼 我這樣說好 當然說大地震造成一些損失 這不是什麼好事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要去 印扯一些受惠股的話 那我會覺得 UPS可以去做留意 就是不斷電系統 因為說 現在這個時間 還能夠跟大家直播解盤 靠的也是UPS 是不是 不斷電系統 所以今天包含像是 我直接帶大家來看 這就是 這就是生活懸股 當然說 這還是希望說不要再有餘症了 不要再讓一些 災損再繼續擴大 但是如果說你要說到生活懸股的話 當然就是 直接下去做聯想 包含像是 你去看 3617的碩天 碩天在 今天 就是他就有機會受到這種 比較算是說 題材面消息面 而出現 可能說短線的買盤 不能說是一個長線的買盤 當然就是一個短線上的買盤 碩天 那還有包含像是 3628的銀鎮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所謂的UPS 因為其實說你真的要講的話 一定是說 地震它不會有純壽會股 但是地震所引發的後續狀況 就可能說包含說 斷電 斷水 等等的 這些就會造成說 整個UPS 它會造成新的一個 算是說換基礎 因為有可能說 有一些商家等等的 他因為說 突然遇到了地震 發現自家的UPS 沒辦法使用了 年限太久了 結果突然被斷水斷電 這個時候就會去做更換 這個邏輯是這樣的 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說 其實說 只要對產業給我熟悉 生活上很多東西 你都可以找到相對應的 受惠族群 當然說除了剛剛講的 碩天營證以外 還有包含像是 最指標性的 蓄準 蓄準也是 這也是在今天 可能說短線上 比較可以去做 短線操作的一些標的 就是說每一次地震都這樣 不論說地震 火災 還是說一些風災 還有風災也是 有時候說颱風來 或是說一些比較 非人為因素的 一些突發性的狀況 碩天營證 蓄準 每一檔都會大漲 就短線上 今天大家就可以去參考 但是我覺得說 今天最大的重點 還是要放在說 其他的一些 跌下來的 跌下來的個股 因為說今天一定有很多股票 都會受到波及 尤其是一些大型科技廠 而且這一次的正央是花蓮 花蓮跟 可能說 花蓮跟新竹 它的距離並不遠 就是科技大廠距離並不遠 所以我估計 一定會有不少的科技大廠 因為這一次地震的關係 它的產能會受到影響 那如果說它單純是因為 這一次地震的關係 產能受到影響 那拉回來 這絕對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買點 因為說短線上的因素 它不會影響一個 中長線的走勢 所以 今天 大家先加入我們的Lite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小老鼠W178V178 你先拿起手機 掃描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直接掃描可以加入 因為說今天盤中一定會有很多變化 包含說受拖累的個股 甚至說受惠的個股 一定都會有很多變化 所以今天你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直接在裡面詢問 什麼股票需不需要賣 什麼股票可以 趁這一次去加碼買進 都直接在裡面詢問 或直接打電話進來也都可以 先把我們的Line 先加入 直接拿起手機掃描 或直接輸入ID 小老鼠W178V178 因為今天你一定會用到 今天整個盤面一定會非常的混亂 包含說 甚至說新台幣 今天可能也會貶值 等一下期貨開盤 我再帶大家來看 包含像是說 如果說好像說今天 什麼股票可能會再相對強勢 當然說UPS是第一個 再來 一些既有的題材 相對也會強勢 包含像是 重電類股 重電類股今天也會強勢 包含說 華城 亞利 中興電 東元 這些都是 因為說這個東西就是 好 會有用電的需求 這些本來就是既有的題材 我一直在強調 當整個市場都 找不到一個新方向的時候 資金就會轉移到 所謂既有的題材上面 所謂既有的題材就是說 它本來就存在 那只是說 正常情況下 大家有更好的選擇 就不會去看它 但是當整個市場很混亂的時候 資金就會跑過去 那既有的題材就包含重電 包含軍工 這些都是 所以我們這樣來看 包含說今天的整個軍工類股 都可以去做 因為你說 好 如果說 地震 有一些大型科技場受到影響的話 相對來講 不會受影響的 當然就是一些政策概念股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 這還是要去做留意 包含說 我們在 這幾天一直強調的 7402的 疫期 有沒有 疫期我們在上禮拜 上禮拜一路跟大家去做預告 這裡 疫期 它是做無人機 無人機相關的一些 ethic的鏡頭 視訊鏡頭 因為說疫期它是跟雷虎去做合作 那就像我講的 疫期跟雷虎去做合作 但是我不會去買雷虎 我會去買疫期 因為疫期它是真正有營收 那雷虎 它是純粹就是轉機 純粹就是題材 所以疫期 今天可以去做留意 包含像是其他的 像是2634的漢翔 漢翔也是 漢翔也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因為就像我講的 其實整個軍工類股來講 無人機這就是台灣的優勢 成本低 它的廠房也不需要到太大 而且無人機的好壞 不是載它這台飛機 而是載它的晶片 晶片就是台灣的強項 是不是 所以無人機這一塊 要持續下去做留意 包含說漢翔 尤其是你去看喔 有沒有 整個無人機相關的概念股 它的周線都非常的漂亮 剛剛站上月線跟季線 即將向上轉強 漢翔 那包含像是 2630的亞航 亞航也是 這也是周線喔 這也是周線 剛剛站上月線跟季線 相對也是非常強勢 包含像是長龍航太 這也是 有沒有 剛剛站上月線跟季線 即將向上轉強 這是周K線 所以我覺得說 以今天整體的盤面上來講 就等一下看個盤中的變化 因為說 這東西一定是說 隨著新聞慢慢的出來 可能說哪個地方有受到災害 哪些科技場 有受到波及 它才會慢慢反映到股票市場上面 所以今天會很重要 包含說把一些個股去做太弱流強 如果說你真的要去看短線操作的話 就是UPS 真的要今天再去做的話 就包含一些軍工類股 所以這大家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今天盤勢真的會比較混亂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ght 如果說持股不知道怎麼處理 先打電話進來 打電話進來 我直接利用說這個時間 今天的時間 來去幫你做太弱流強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半段回來告訴大家說 等一下的台子期貨 開盤會怎麼走 好 現在期貨是下跌了140點左右 還是要告訴大家注意安全 因為說畢竟余政不斷 各地的一些災情一直傳出來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就是安全為主 股票買不買都無所謂 好不好 股票不是重點 安全第一 那當然說如果說 堅持一定要看的話 就像我講的 就看個UPS 做個短線操作 好那我們直接看一下今天 目前的一個報價 來去看 現在的報價 台子 台子期現在是跌了142點左右 整體格局算是 還可以 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的誇張 可能說會跌個兩三百點左右 但是我覺得說 現貨開盤 是有可能的 今天整個台股 可能會跌到三四百點 因為說畢竟說這個東西就是 隨著各地的一些災情傳出來 可能說一定會受到影響 這部分就可能去做留意一下 現在的日本股市 跌幅也是不輕 大概也是1%左右 那韓國股市也是 都是大概1%左右 所以今天整體的亞洲股市 估計也不會到太強 台股也會受到稍微的連累 但是這就是一個短線上震盪 不要太過擔心 因為就像我講的 其實以整體格局來講 昨天的買盤真的就夠漂亮了 昨天的買盤就已經不錯了 那又加上說 加上說有一些連價新台幣貶值的因素 估計在連價過後 行情不會到太差 所以我們直接再來看一下 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目前也都是跌了1%多 都是跳空下去 韓國股市也是都跳空下去 台子進 台子期貨 現在也都是下跌 那我們直接看一下 像是說今天 我覺得說像 有這種突發狀況的話 很多人會說 那我不知道要買什麼 怎麼去買 很簡單 有這種突發狀況 挑拳子骨就對了 因為很多人說 那這種是 一定是飛行基因素下跌 誰會知道今天會地震 我這樣從8點半到現在 大概搖了超過5次 真的搖了差不多超過5次 我們還是在這邊 幫大家追蹤整個國際股市 所以其實說這個東西就是 一定是非經濟因素的 那非經濟因素怎麼去買 其實很簡單 你如果什麼都不知道 就去買台積電 因為說像這種突發性的下跌 最簡單的就是去買全資股 台積電 鴻海 聯發科 等等的 這些都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帶大家看一下 像是說 2330的台積電 昨天上去 今天有可能也會跳空下去 那跳空下去的話 今天就可以下去做留意 台積電 包含像是鴻海也是 鴻海也是 昨天廠上去 目前如果說 以目前的試錯價來看 是跌了還滿多的 一點多巴 其實也還好 就跌一點多巴 那包含像是聯發科 我就說如果說 以這些全資股來講 最值得去留意的應該是聯發科 因為說聯發科目前的位階 本來就不低 本來就不高 它相對來講 就已經比較低了 那又加上 如果又遇到今天這種突發性的事件 而出現的下跌 這就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我們去看一下 剛剛所講的 有沒有 現在的試錯價 相對可能就 稍微的比較 強一點點 就可以大家去做參考 溯天 就是UPS的系統 包含像是3628的 銀鎮 現在的試錯價也是 稍微的開小高 這些都可以去做留意 但是說要特別去留意 去做這種股票 就是不要去做長 甚至說你要去做當充 也是可以 這就是一個很短很短的小題材而已 包含像是續準 續準今天可能 會稍微受到一點影響等等 但我覺得說它今天 估計還是會開高 這部分就是做留意 再去看現在的台子 我覺得說現在的期貨跌了126點 其實這個幅度我覺得算是非常的強 因為包含說現在的日本股市 現在的日股 是跌的大概是1% 這裡跌的大概是1% 韓股也跌的大概是1%左右 但是現在的台子期貨 跌了0.6% 而且它是在遇到說 滿突發性的狀況 還可以只有跌了130點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強勢 所以今天 如果說看到整個 連假過後的話 今天真的會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因為畢竟說 你去看台股就會知道 正常情況來講 在清明連假之前 前幾天一定不會到太強 又加上清明連假的禮拜五 就這禮拜五 有非農就業數據要公佈 又加上日本股市 韓股股市都不強 又加上新海幣貶值 又加上昨天美股下跌 又加上剛剛今天早上現在 突然有大地震 台股現在竟然只有跌了120點而已 這真的夠強了 真的是夠強了 所以我覺得說 就是各個因素都不利於台股 台子期現在還只有跌126點而已 這當然就是要趁今天去買股票 那不知道要買什麼 怎麼去買 直接失去我們的Lite QR Code 或直接打電話進來 我直接當然也來買 好 我們再繼續來看一下 所以 以今天的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今天台股預計會開得不錯 那我覺得說 你如果說要最保 因為說災情這個東西 可能說它是會陸陸續續爆發的 可能說什麼廠商受到影響 什麼廠房受到影響 可能在今天下午晚上 甚至明天才會出來 這些都說不定 那你如果說真的要去找 相對穩健的 當然就是 還是去看五人機 因為我覺得說 這一塊會是一個 算是一個資金的避風港 像是漢翔 有沒有 漢翔它也是剛剛站上連線 這就值得去做留意 那包含像是 因為昨天像是疫期 它也是公布他們的二月份的製結 整體算是不錯 那目前試錯是小跌 但是說試錯不重要 試錯就參考就好了 疫期 一樣可以去做留意 那就像我講的 疫期的話還是要連動到8033的雷虎 那不過就是說 雷虎我只會把它當成是指標去看 我不會去操作 就是只要說雷虎續牆 我就會持續去注意疫期 那雷虎轉弱 可能疫期 它就會出現一些賣壓 這部分就去做留意 那如果說真的要去做雷虎 這就存短線就好 因為雖然說疫期跟雷虎 都是合作去打無人機 但是它的營收結構差太多 這就要去做留意 所以我覺得說 把握今天的機會 就是今天整個盤勢 一定會混亂 怎麼去太弱留牆 怎麼去操作 甚至說怎麼逢這樣子的狀況 去逢低去卡位布局 打電話進來 或失去我們右下角的Light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